你好 歡迎收看10月29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李慧 新聞一開始來關心是縣議會縣政總質詢的議程 縣議員林鄭福她表示 不管地震、颱風、豪雨都會對花蓮的對外鐵公路造成嚴重影響 而花蓮縣的觀光活動百年如一日 早已無法吸引遊客 現在再加上交通不方便 旅遊更是沒有新亮點 導致觀光是陷入疲乏 她要求縣政府要積極協助輔導業者 推動全新景點同時也要重振觀光帶動人潮 花蓮縣議會第二十屆第四次定期大會 在29號持續進行總質詢議程 首先是由林鄭福議員 針對花蓮縣的交通及觀光等面向提出建言 我們的一個觀光上就是交通的不便 影響到遊客 所以本期還是希望 在觀光的產業上 從花蓮縱古到海岸線 尤其是我們收封的禮儀堂 紅綿鴨的一個問題上 都已經沒有辦法吸引遊客 也希望我們的未來觀光處 能夠設立好一個好的景點 讓我們花蓮能夠盡速地走出這個陰霾 那收封就是所謂的觀光有機的鄉鎮 我們的一個食農 農友的部分都是在花蓮在舉辦 也希望在中期來舉辦 嚴明的部分就是我們聚會所 聚會所始終在花東基金的部分上 一直沒有玩 很迅速地來編列 那可能就是地方的一個 支配上的一個溝通不良 我也希望在我們這個聚會所 能夠迅速地在成立 近期接連的天災 不管是地震還是颱風豪雨 都能對花蓮北上的鐵公路 造成嚴重影響 縣內的觀光活動 百年如一日也早已無法吸引遊客 現在不僅交通不便 旅遊上更沒有新亮點 導致觀光持續疲乏 縣議員林政府希望縣府 能積極協助輔導業者 推動全新景點及遊城 重振觀光也帶動人潮 記者 徐立晴 華林寺報導